小花姐姐 小花姐姐 欢迎来到酷玩工厂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花姐姐 今天小花姐姐要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我想我应该是买不到喜欢的羊娃娃了 因为我没有零花钱 哇 这些娃娃都好好看呀 要是我能摸一摸就好了 佩琪 你想买羊娃娃吗 美佳妈妈 我想买 但是我没有钱 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啊 如果你是真心喜欢这些娃娃 我可以送你一个 送我 免费送给我的吗 当然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它们 这里边每一个娃娃都代表一种美好的品质 选择了不同的娃娃 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哦 这个娃娃叫圣圣 代表人类品质里面的忠诚 如果我选择了这个娃娃 那代表什么呢 那就代表它会永远的追随你 只对你忠诚 那这个呢 这个娃娃呢叫做萌萌 它代表的品质是善良 如果我选择了这个娃娃 会怎么样呢 佩奇 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你的心愿呢 是帮助更多的人 如果选择了萌萌 它的善良会让你帮助更多的人 这些娃娃怎么会有人类的品质呢 这些娃娃都是被封印的 来自古代城堡的公主们 它们所代表的品质 就是它们自身的品质 哦 原来是这样 佩奇 你再来看这个 这个是圣圣的双胞胎妹妹 她叫雪儿 这个娃娃代表的是乐观 如果你选择了它 它会在你心情沮丧的时候 给你信心 给你安慰 给你力量 我很喜欢乐观的人 他们总能给别人带来正能量 介绍了好几个 现在你想好要哪一个了吗 嗯 美嘉妈妈 我想要一个代表勇敢的娃娃 勇敢 我觉得你已经很勇敢了呀 但是我想更勇敢一些 有时候勇敢过了头 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 但是我还想要再勇敢一些 好吧 如果你坚持这样的话 这个娃娃代表了勇敢 有了它 你就会变得更加勇敢 这么美的娃娃 真的可以送给我吗 美嘉妈妈 当然可以免费送给你 但是你要保证 一定会永远喜欢这个娃娃 永远不抛弃它 我一定会的 我保证 哇 你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以后我发誓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抛弃你 离开你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小姑娘 你要去哪儿呀 你 你不走 我呀 我叫好人叔叔